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利亞 李利亞被稱為一個 以色列的戰隊 我們可以從他開始的第一件工作 就是到亞拉玛前面 先告訴我們下雨 然後我們看到他一生的征戰 無論是在撒勒法寡婦那邊 當他兒子死的時候 他的那種禱告 還有上到加密山上 求雨的這一段經過 都可以讓我們看到伊利亞 所有的這個工作 都在禱告中完成 我想這是我們今天唱伊利亞 一個最大的理由 我們用信息 用祷告 能戰成功 以利亞這齣作品呢 是孟德爾頌他在1846年的時候所創作的 孟德爾頌覺得伊利亞這個先知呢 他有非常多的特質 是他很喜歡的 因為伊利亞有忌惡如仇的 一種聖俗分明的一個心 再加上他整個人是充滿悲劇英雄的特質 所以呢孟德爾頌就將這個伊利亞 當作他這個神劇的人選 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 伊利亞是在聖經當中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選擇 他被稱為以色列的戰車馬名 你看在馬拉吉蘇的最後一帳 最後一節 他就談到 到了這個主耶穌要來的日子 必有一個伊利亞新智的人要出現 結果在陸家福音又接上去 說有一個帶有伊利亞新智的 這個人就是施石約翰 那我們看到主耶穌在便茂山上 有兩個人下來跟他一起講話 一個是摩西被稱為以色列 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領導者 另外一個就是伊利亞 無論是從對於信心的這個勇氣來講 或者是對福音來說 他都是有一個特別的意義存在 那在伊利亞這首神劇裡面呢 當我在研讀的時候 我覺得裡面有一個孟德爾頌 他最要表達的一個伊利亞的主題 就是在第二部分的時候的第二首 叫Be not afraid 不要懼怕 那當這個不要懼怕這首曲子 一出來的時候呢 之後相對的 伊利亞就開始逃難 那每次伊利亞逃難一次的時候呢 都會有天使在旁邊 用神的話來安慰伊利亞 整個就是在講迷人的一個核心中心 就是我們會遇到很多事情 但是不要忘記了 神在旁邊照顧我們 而且呢 神無為不自得 準備了很多在旁邊 幫助我們的一些人事物在裡面 所以整個伊利亞呢 會在Be not afraid 這首不要懼怕裡面呢 整個貫穿著伊利亞 這個神劇的一個中心主題 那在伊利亞裡面呢 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合唱團分量 有非常磅礡的氣勢 也有在表現讚美神 非常穩定 而且也非常 非常有力度的和聲 再加上合唱的部分 最重要就是說 可以把整個伊利亞 它的背景 打得非常磅礼精采 和聲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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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 還有對神的祈求呢 它在音樂上面表達的非常非常的 讓人聽得很感動 因為在這裡好像是表達 我們現今的 在這個世界上面所受的痛 然後跟神之間的一個感情的禱告 孟德爾頌在做伊利亞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點追隨巴哈的創作的一個方法在裡面 就是當他在寫作的時候 寫到一個故事的段落的時候 他會有他自己對這個故事的一個感想 一個心得 所以他就會從聖經裡面的章句 來把這個心得再編成一首曲子 那這個曲子在伊利亞裡面有時候是由獨唱的 崇唱或者天使似乎副崇唱來擔任 都在整個伊利亞裡面扮演非常非常感人 而且貫穿了整個伊利亞神劇裡面 勉勵伊利亞在曠野的時候的逃難的心情 由獨唱或息矢變吉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覺得我們事頒每個百元到那個時候 一定很大聲 還要很長出來 當我們倡道以利亞一次有一次的 把臉撲在兩棲之間來向神求雨 就當我們想到我們的信仰 不是一直常常在這種征戰當中嗎 從以利亞宣告說不下一開始 當然聖經裡面寫說三零零六個月 但是對我們來講 當我們只唱唱唱唱了二十幾首的時候 最後我們終於下下來 那種感動當我們唱到說感謝神 一降下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每次都快流眼淚出來 不留得要站起來葬禮神 要是召喚總盛 萬能不抓獻 萬能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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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 李宗盛